他肯定觉得出去没脸呗 对 有这因素吗 有 可能人家也说 哎呀我们家孙子怎么样 到您这儿 是怕这个吗 对 有点 特别是现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回接到电话 那是最的 还有就是 我们家还稍微好点 他们家回到他们家 我们家是个大家族 亲戚大家族吧 人很多的 那个 不管谁进门 都先问 儿子谈对象了没有 结婚了没有 怎么怎么 哎呀 确确实实是回去一次 真的是很 所以现在不太愿意回去 就特受伤是吧 现在不敢回去 是回完了 这么快亲戚的人不敢回去 你说自己老家弄的这个样 确实是作为我这个男人 太无能 没什么 现代社会 您看开点啊 我现在 这通过某些事情呢 慢慢慢慢 所以为什么不管 我就是 慢慢慢慢 也显开了 你着急 他不着急 根本没有用 所以这 这个其实是 一对用心良苦的老父母 在用心良苦 对了孩子之后 全部反噬于 两个人的情感了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大哥 你刚刚一直用一个词 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 我听了特揪心 我觉得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 站在台上 反复地说这个话 其实 让我觉得特难过 我觉得不是失败 只是说 你可能还没有跨出那一步 你还没有想到 其实还有一个小天地 在等着你 你走出去 你接触到很多人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人一定是一个群聚动物 当你把自己变得 就只剩这个家庭里的 他和儿子之后 你一定就盯着这两个人 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 儿子固然说到 四十岁不结婚 挺让人着急的 从你的大家族 或者从一些习俗来看 但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你们在大上海 四十岁不结婚 有什么了 而且如果他就坚定地 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 即便你们是爸爸妈妈 也无法改变他的 对 而且我觉得你这种 反复地这种劝说 唠叨可能会 让他的心理更有排斥 他会更晚回家 更少和你们交流 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你们都放松了 我觉得这个家庭气氛和谐了 才能够让彼此之间 相处得更融洽 他也会更放松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 把自己的世界 这个范围 再画圈子大一点 慢慢走出去 其实能享受到 很多的乐趣 好吗 好的 谢谢您 谢谢周深老师 谢谢 谢谢